各大幼儿园积极消毒 因为六号新增个案 连四岁幼童都确诊 加上北市高中生确诊后传染给同学 全台六所大学也有学生出现确诊案例 四天清明廉假后 学校出现请假潮 北市光是国中小就高达3632人 在六号告假 桃圆市更达4103名学生请假 上课要不要戴口罩引发讨论 教育部强调高中级以下的学生 由于老师和学生有固定座位 也属特定人士戴口罩标准 一切照指挥中心规范走 教室要开窗通风 那维持通风的一个换气良好 师生互动的部分 我们尽量维持在1.5公尺以上的距离 那比如说你如果你的课程 需要近距离的接触交谈 那这个部分就要戴口罩 用穿就避免交谈 现行校园内并无强制戴口罩 除非学生交谈并未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而眼看4月15号到5月3号 是大学个人申请二阶正式时间 教育部也强调若有发烧或身体不适 将另外安排备用市场 校园环境群聚且密集 防疫更不容钓与清新 先见游戏菲萱 消息台报道